老林工业,老林工工会,后来又在马德里开了第二次老林工会。 我们中国越来越随着党和国家的高度公司, 现在对这老林工作越来越重视。 最近,习近平讲了三句话,要科学的应对, 要综合的应对,要即时的应对。 怎么样即时的应对应对的话呢? 怎么样科学的应对应对的话呢? 怎么样综合性的应对? 因为老林化的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照料问题, 也不是一个简单的长寿问题,或者健康问题。 现在看到这么多的企业家设做老林工作, 涉及健康产业,涉及老林产业,我感到非常高兴。 因为做老林工作第一点,就是要有点孝心, 要带着深厚的感情来做好老林工作。 要研究老林队伍的现状,特点,趋势。 就是老年人需要什么? 个性的需要什么? 刚性的需要什么? 穷体需要,共性的需要什么? 我参加了一次法国的国际会议。 这个会议就讨论了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老年人是包袱还是财富。 讨论结果大约说,每一个老年人都是一本历史,一本书。 老年人就是躺在病床上的老年人都是财富。 第二个问题讨论了,老年人需要什么? 讨论结果说,二十一世纪老年人最需要的是氧气。 氧气是什么呢? 氧气就是文化,就是精神安慰。 不是简单的就是给老年人吃点东西。 民与食为天,保重老年人吃喝就可以了。 不是这样的简单的问题。 还有老年问题,还有危险问题。 所以我做的老年人的主任, 1996年开始,在中组部全国人大的牵头下, 我们中国有了第一部老年法。 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 从集中了12个部位搞出来。 1996年8月29号通过了。 从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有了一部老年化。 来维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 老年人需要文化,我们办了老年大学。 而且呢,强调啊, 照料老年人既要去满足大家物质生活的需求。 更重要要满足它经济和化合的需求。 老年大学从第一所的三中办的第一所, 到现在我们办了五万所, 五百万人老年人在老年大学的学习。 台湾河河也有,也有老年大学。 韩国也有老年大学。 老年大学比老年人带着欢乐,心情欢乐, 带着新的朋友圈, 老年人生活得很开心。 现在国家对老年大学很重视。 现在从政策上各个方面在支持。 另外就是老年人需要什么? 老年人最难办的是什么事情? 我到西班牙去参与一个会议。 他就问我, 你是中国的老年为主任, 老年人最难办的事情, 生活方面的事情是什么? 老年人最难办的是, 在这里有一个哨心的, 是绝心的。 对。 哪里是绝心的。 我问你一个问题, 老年人最难办的生活方面的问题, 是什么?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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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死了嗎? 起弄 再猜一下 老年人最難辦的事情是撿腳自甲 老年人肚子大了,腰也粗了,眼睛也花了,手也佔了 女兒不在身邊,撿腳自甲很大 所以中國現在有好多地方 就解決老年人撿自甲 為老年人理化了 所以老齡工作是一個很具體的 帶著真情的實實在在的一種工作 它不是靠耍嘴鼻子來做的 現在上網看到我們徐總的公司 開發狗雞酵素 就是圍繞這個老年產業 健康產業搞飲料 我覺得開發的非常好 這個實在很多,中國的實在面積很大 實在很多 這個實在和酵母怎麼結合 用供生菌的辦法 來讓更多的老年人 因為人老了以後病就來了,各種病就來了 這是一種自然規律 那麼在這種情況下 為老年人提供一些可靠的 經過科學實驗的健康食品 非常非常充滿 另外老年產業 就是拐杖 我到了日本,到了韓國,到了西班牙一看 老年產業琳琅滿目 包括鞋底的,鞋底的防滑度 包括那個老年人喝的水杯 因為老年人很固執 吃藥不願意吃藥 設計了就是一種藍杯 藍杯那個藥片放在 那個給我們看不見的 就是發了那個 一個喝水就進去了 老年人個子便挨了 便挨之後一個櫥 加一個瓶子更不上 他一按按鈕就下來了 再按鈕就上去了 老年人要消磨時間 和老年人在一起打破壞 我看到國外的鋪盒都很大,老年人的鋪盒都很大,中國沒有,後來河南開發了,鋪盒很大,然後下面有一個板,插在這個板上別人看不見,大鋪盒,老年人也有玩具。 所以看了日本這些東西以後,回來我就給司馬雲來提國務院回報,中國也應該搞,它日本叫營發產業,後來司馬雲來提國務院講,我們中國叫老齡產業,現在叫老年產業,專門在國務院一招,召開了第一屆,國務院第一屆發展老齡產業的工程座談會。 所以現在我們已經舉辦了好幾屆,老年又名產了。 中國的養老的基本模式是三種,一個是家庭養老為主,社區養老為依托,機構養老是做支撐,這樣一個養老體系,基本是三種。 有的專家就研究,中國現在目前根據調查結果是9073, 百分之九十的老年人住在家裏面,百分之七的老年人住在社區,就是社區的拖牢屬。 百分之三的老年人住在機構養老,現在中國的機構養老大概有五百萬張床位,過去三百多萬張。 現在已經發展了很多。 它蓋得很快,而且高檔比較高檔,很多都蓋成了賓館,老年人不願意住。 所以現在我們這麼多的床位,空置率比較高。 很多企業家抱著滿鄉熱情,覺得這個產業的前景非常好,進入了這個產業。 搞了一段以後呢,搞得灰心喪氣了,搞得不對路,沒人去住。 我到了澳大利亞,到了荷蘭一看,它那個老年公寓,包括美國,就是搞得像家,像它自己家。 它房子換了,搬了房子,搬到老年公寓裡面去了。 它的字畫在哪裡掛著,它養的是什麼花在哪裡放著。 它就像搬了一個家一樣。 不是像我們現在的標準,標準間,標準床,標準沙發,標準建設計。 老年人覺得,這不是我的家。 就搞冰管去了,願意住。 它搞得像家。 我們也有些老年公寓搞得不像家,但是像什麼呢? 像醫院。 我跑了幾個老年公寓,辦得很好。 大概四、五點鐘我就去看看了,高零老年。 他可以在四樓。 到了四樓一看,都睡覺了,沒單子。 放前一走,老年人都撲山撲山地睜著眼睛。 還沒睡著。 趕快睡覺,趕快睡覺。 從這個進去以後, 那時候呢,護士和醫院一樣。 所有人都戴著護士帽, 背大褐, 這個, 有一個櫃台。 然後呢,背床單, 背墻。 別人一種是, 到了一種醫院那裡,就等死。 所以我們搞了很多這個老年公寓,搞得很好。 搞得很好, 搞得很好的大概佔到輩分七十左右。 現在輩分二十五左右, 是閒置的。 所以我覺得要涉足老齡產業。 一定要了解老年人到底需要什麼。 需要什麼樣的居住環境。 另外要把老年人變化了。 我們很多的老年公寓, 建在了火葬場周圍。 有的建在了遠郊區。 他子女呢, 他想去看, 交通條件又不好。 有的建在離醫院又比較遠。 所以把老年人變化, 這是世界性的問題, 也是中國的問題。 所以要做這個老年產業, 有很多問題要解決。 現在國家對, 從國家層面, 頂層設計的政策, 現在越來越優惠。 應該說現在大概有四十多, 四十二, 四十二個文件。 最重要的文件, 大家可以看一看是, 我記得是, 2013年的9月13號, 國務院發了三十五號文件。 接著發了四十六號文件。 三十五號文件是關於, 加快建設養老服務體系的文件。 政策非常優惠, 加快體制的轉變。 過去的中國大陸啊, 城市裡面叫養老院。 然後呢, 養老院有高齡老人, 有健康老人, 有殘疾人在一起。 現在慢慢地分開了。 殘疾人,殘疾人, 痴呆老人,痴呆老人, 分開了。 但是正在逐步地分開。 隆疾人, 隆疾人那邊叫靜老院。 靜老院就是關於無依無法的老人。 在靜老院裡面。 現在正在改制。 公辦改制, 允許民營企業進入這個行業, 參股。 也允許你控股。 另外呢, 還有一種形式就是, 公辦民營。 像我到瀉陽去啊, 沈陽市政府就搞了日間照料中心, 大概有幾千平方米, 搞得很大。 這個也建得非常好。 他交給誰呢? 交給這個家庭公司的經營。 因為家庭公司有隊伍, 搞得也不錯。 還有就是民營公助。 就是民間社會力量投資, 建良老院, 建老年公寓。 所以國家從政策上可以床位的補貼, 補貼數, 補貼上比較高。 所以現在已經35號五年, 明確, 允許外資, 允許社會資本, 進入這個老年產業, 興奮這個老年設施。 而且要加快精度, 簡化這個提報手續。 這幾年應該說, 老年公寓, 機構養老, 得到了比較好的發展。 比較好的發展。 總之我覺得, 這個養老產業是一個, 是一個重大的社會問題, 而且國家高度重視, 制定頂層設計的政策很優惠。 從機構養老, 我極意識要搞多元化的環境。 既要搞老年公寓, 也要搞旅遊養老。 各種形式都搞, 包括衣房養老, 包括走動之間的養老, 包括健康, 抗氧結合、 抑氧結合的養老, 都要多元化。 另外, 在這個新聞上講的一個觀點, 社區裡面, 社區裡面要搞一些微型的, 象牽在社區的, 一些社區服務中心。 這個, 上海現在搞得很好, 上海搞這個, 社區裡面搞30到50的床位, 搞得不大, 中等的, 效果也非常好。 我到日本去看, 日本最大的老年公寓, 大概就一倍長床位, 大多數是, 30張到50張, 就是, 袖珍, 袖珍養老公寓。 所以, 新聞上提出的, 非常好。 要呼籲, 機構養老當中要呼籲, 搞一些小型的, 精緻的, 適合老先生居住的一些環境, 這樣那個, 效益也比較好。 但是, 大家圍繞老齡產業有什麼問題, 咱們可以交流。 我已經退休了, 退休了不算是, 不算數了, 但是, 可以提供一些信息給大家。 謝謝。 好,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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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謝謝。 , 謝謝。 ,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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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謝謝。 , 謝謝。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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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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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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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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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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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沒有的話, 所有有牌子的全站到這兒, 三位部長一起合個影, 好不好, 所有有牌子的都過來, 我們這樣, 女孩子蹲下啊, 好不好, 來, 來, 你們都帶牌子, 所有帶牌子, 我說了寄給你們, 你一定要帶牌子,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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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前來, 沒帶牌子的也可以在旁邊站啊,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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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長的更高, 來,來,那個, 這個誰, 下部長, 有不就, 前面就, 有不就, 被部長上坐了, 前面蹲著, 好, 三個, 來, 三個椅子, 三個椅子, 部長上坐了, 為你前面蹲著也行, 沒你前面蹲著, 那個, 那個, 小畢, 王總, 你蹲前面, 好, 差不多也夠, 會長, 差不多也夠, 不用蹲, 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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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找個位置, 站一站, 來, 我站著, 我就站著, 我搭著, 沒事,沒事, 你給我錢, 沒有, 就這樣, 拿著牌子, 你過來, 你沒事沒事, 我自己, 別擋著牌子了, 好, 來, 注意就看見摸, 方方拿的, 快過來站著, 方方, 中國保險協會的政治機構的付名單, 快來, 注意保險給你, 視頻可以, 站, 站, 站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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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從前去, 稍微往外一點點, 對, 对 类似的衣服 对 类似的衣服 对 类似的衣服 好 好 OK 我全体 神医院也和部长合影 咱们再来一次 我们女士赵哥请退下 翔和部长 这么的三个大帅哥在这 你不照可亏吧 赵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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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那边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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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边 往那边 来 来 往那边 来 到那边 来 好的,你们现在三个部长自由了,然后谁愿和哪个部长照相,谁都可以和哪个部长照相。 我们这个站在后边,我们这个站在后边,谁还在往这站? 快去吧。 坐这,你应该坐这。 我们这个站在后边,我们这个站在后边,我们这个站在后边。 我站在后边,你会长。 好,来,我们耽误时间。 OK,那个深圳玉硕的,深圳玉硕的,快快,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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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坐前面,坐前面,坐前面。 坐前面,坐前面。 坐前面,坐前面。 坐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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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挨,慢点。 我先拿 了。 拿凹里一个。 好嘞。 OK,河南鲁山县的,赅主席呢? 在這兒呢 会长的电话我都留着 刘慧达,您坐这儿吧 刚才他们有介绍清楚 吃饭的时候我再给您介绍介绍他的屁股 稍等,稍等,稍等 打个椅子别照了 好,那个 我们家是养甲 全产业练的 官员,您坐这儿 我们台湾的主办放兜底 放兜底 OK,进一党 进一党 请总一党过来吧 一起来吧 我们先到 那边再搬 一起来吧 你们先到 那边再搬 一起来吧 好 好 可以 可以 然后 看你 好 看你 好 咱們經營的生活科學公司從台灣來的專家 還有 邱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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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